下一位王子 歡迎 歡迎 很可愛 是這樣的 好 我們先請王子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蘇彥霖 今年29歲 身高173公分 體重70公斤 水瓶座B型 我現在在淡水一間美式餐廳專任店長 那對女生做過最體貼的事情 就是溫馨接送請 以及做好吃的甜點跟她分享 溫馨接送請 我們先 沛琴 怎麼樣 阿琳哥她看妳一直 眉毛在那邊一直上癢 妳可以看她看妳 她是中間這樣上癢 所以呢 妳覺得這個問題出在 沒有啦 身高還是 黃暴 我可以講一件事嗎 好 她是我寄上一個鋼琴王子 第二個褲子緊的 是長度問題吧 什麼時候 還好啦 沒有奏摺出現呢 手放鬆 還好啦 我跟你講 這個是比較和聲 對不對 上次是已經有 凹槽出現了 這個 這衣服是妳自己的 還是製作單位搭配的 可能最近吃比較好 好 意思就是 是她自己的 所以怪不得別人 各位女生 請就 第一影像做選擇 因為褲子 不會吧 陳妮 她講話 就是一直挑眉 感覺很不誠懇 她中間一直起來 妳知道嗎 對 妳知不知道妳會 妳中間會一直動 她現在有收斂 她現在有收斂 她剛剛看妳就這樣 就很難掉 妳去打肉毒感覺嗎 她打太熟 打太熟才動不了 對啊 感覺就是黑眼圈很重 然後覺得好像 對 沒有睡好之類的 或是 妳的黑眼圈 真的還滿嚴重的 過敏嗎 過敏體質 十個台灣人 有九個講那麼棒 剛剛那個誰 可可有問題對不對 沒有 就是 因為剛剛其實還滿猶豫的 因為她長得很像我之前 一個很討厭的同事 可是我 可是這是私人因素 因為我剛剛聽到她說 就是她會準備甜點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吃 所以我就好吃一下 先留一下對不對 對 來 愛麗絲 那我想問一下王子 就是 因為妳是店長嘛 那妳有沒有遇到就是 遇到那個奧客的經驗這樣 那要怎麼處理 奧客的部分 多多少少會有啊 那 就是做服務業的 當然就是遇到 就是還是得好聲好氣跟她講 那講完之後 可能轉過頭跟同事討論一下 或是在後面就是 吐口水 什麼叫討論一下 誰才加料 就是分享一下 遇到奧客的心情 幹狗就幹狗 來討論一下 這個你們 你們私下的討論 一定是 要發洩一下情緒對不對 其實這個 每個人碰到這種事 都會很不開心的 來 玲玲 那你會把情緒帶回家嗎 就是跟另外一半發洩 或是跟家人 原則上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在處理事情上面 就是事情過了就過了 那可能當下會有點不開心 或是小不高興 所以不會帶回家 對 不會帶回家 那我們就繼續 來了解王子好嗎 王子的嗜好 我喜歡喝咖啡 然後常常會到不同的咖啡廳 去品嘗咖啡 然後感受不同咖啡廳 帶來的氛圍 我是個電影控 幾乎每個禮拜 我都會去看電影 不管是什麼樣類型的電影 我都會想到 買票經常去觀賞它 另外 我有一個特別的嗜好 我很喜歡吹風 常常到頂樓去看夜景 放空 想事情 放鬆一下自己 如果你喜歡喝咖啡 或是喜歡看電影 歡迎來跟我們約會 跟一號王子在一起就好啦 跟一號王子 那是我們另外一個節目 這邊是男生跟女生的 我發現兩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戴眼鏡比較好看 米萍你有那個嗎 近視還是什麼的嗎 有近視可是不深 所以你可以不戴 你應該戴比較好看 你現在是有戴一些眼鏡嗎 有 我們怕他沒戴看不清楚我嘛 沒關係 你們看清楚他就好了 好 齊齊 第一個 因為我本身不愛喝咖啡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我覺得風吹久了 我可能會感冒 或是頭會痛 風濕 對不對 咖啡店也不是只有賣咖啡嗎 對不對 看夜景也不是只有在戶外吹 對不對 你在室內看什麼吹夜景嗎 對 對 對 因為我是亮燈的 然後我要跟你說 其實我也滿喜歡看夜景的 可是 可是看夜景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他是在可能比較高山的地方 那如果 女生突然跟你說他尿急的話 你會怎麼處理 對 那妳去到路旁尿就好啦 不好 沒有辦法 會刺到啊 你非要找草叢啊 看夜景 他突然尿急 就找有廁所的地方看夜景啊 很多地方的夜景都有廁所啊 所以你不會去太荒涼的地方 可是等一下 等一下 你又要看夜景 又要有風 又要廁所旁邊 味道應該不怎麼好 你平常會去哪裡 我這樣幫你們了解 陽明山 那可能 因為我家住在淡水河邊 那就是頂樓的view也還不錯 頂樓 根本也不一定要去什麼 荒郊野外的對不對 好 來 小貓 他說 影片說他喜歡看電影 那他 我就覺得說他應該 如果女朋友沒有空 跟他去看電影的話 他就會找他的同事們去看電影啊 而且影片中 票根不是只有一張耶 就是同一個電影 我看得好仔細耶 是同一個電影 票根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去看而已 現在沒有女朋友 所以當然會找朋友去看 那朋友當然有男有女嘛 那也有一個人去看電影 對啊 那如果說有女朋友的話 當然就是跟女朋友去看 他生氣了 生氣了對不對 生氣好嗎 該氣 我告訴你 他的脾氣應該跟風一樣吧 像那個風一樣 就是吹一下就變太風了吧 風一樣的男子 他在說什麼 好 我們現在有三位 靈靈 小優跟欣欣為你留著燈 好嗎 王子的推薦 我的弟弟我覺得他 脾氣非常的好 從小到大很少看過他生氣 是個好好先生 那另外他很喜歡看電影 每個禮拜幾乎都會看兩場到三場的電影 而且他也很愛喝咖啡 我想他應該會喜歡那種 可以陪他看電影喝咖啡的女孩子吧 現場只留下一盞燈 留燈的人就是小優 三十歲的小優 目前是建設公司的行政助理 水瓶座的她 給水瓶座王子 一個約會的機會喔 請我們的王子 牽著小優的手到這邊 接受我們的祝福 好 來 好 這個 女生 有什麼看法 好 就是想說 就約個會看看吧 沒錯 就在一起去約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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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講那麼多幹嘛 就是約會嘛 約約看你就知道會不會啦 好 好 好 對啦 王子的約會繼續進行當中 王子繼續約會當中 我們又有一位新朋友 小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兔 今年二十七歲 然後我現在的職業是 家庭教師 那希望能在這個節目中 可以遇到 長相斯文 然後 英文能力好 還有皮膚白白盡清的 白馬王子 好 好 我年紀太輕 我想也是 對 所以妳的家庭教師是 負責 什麼年級的 叫 國小到高中 國小到高中 哇 教那麼多 好 已經開出條件來了 下一位 符不符合條件呢 看看她的介紹 大家好 我叫柯英輝 我是一個自壯品牌 包包店的店長 我曾經在北車中間 東路的蘭湖街 市立廳四半 甲心中桃園 不管是什麼兩不生的 烏龜不高的地方 路可以走錯條 飯可以吃錯完 但是 你知道嗎 買東西不找我就不對了 本人是不是講話這麼快 聽不清楚呢 歡迎下一位王子 蛇燦蓮花 銷售天王 柯英輝下段直銷現場